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恋服务中心是凡人有喜唯一官方线下婚恋服务平台 8805 8805是凡人有喜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记住我们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8805 8805 记住我们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 8805 8805 只要你是单身 只要你想组建幸福家庭 找我们 凡人有喜都可以帮你 免费心理咨询 免费形象打造 让你在婚恋的道路上赢在起跑线上 严格会员信息审查 保证婚恋严肃性 大数据加私人定制一对一相亲服务 匹配度高达80% 6月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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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人有喜我要上节目线下相亲会火热报名中 现在电话报名报名几送价值590班元的乳胶整一个 报名热线 88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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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5号 我们在凡人有喜婚恋的中心等你 凡人有喜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六 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拨打热线电话 8805 8805 欢迎迎订阅我们的礼物 她是29岁的国企职工 却对另一半有着这样的要求 最好是从事教师行业 相亲现场男嘉宾对她印象不错 我还是比较喜欢女嘉宾的性格 然后她的颜值还是比较好 互动环节 男嘉宾对她细心照顾 为何女嘉宾却说出这样的话 接触下来吧 我跟着我和那个男生的距离吧 可能还是会比较远 我觉得还是可能不太合适吧 最终 男嘉宾精心准备大胆告白 从个人下午的了解 她的真心能否打动女嘉宾 两年最后能否牵手成功 凡人游戏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爱情靠争取 无爱不放弃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凡人游戏 我是张忠 感谢虫草清肺胶囊对本节目的在本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兄们 请用虫草清肺胶囊 很长时间没有到凡人游戏来做相亲特派员了 那是因为我一直在默默地在寻找着 非常优秀的女嘉宾 要介绍给咱们的观众朋友 所以今天我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一位女嘉宾 这位女嘉宾 年轻 貌美 学霸 理科女 这些都是她的符号 最重要的是她自己非常的优秀 而且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当然对另外一半的要求也是比较高 而且有点具体 那她到底有多么优秀 她的条件又会有哪些明确的要求呢 那我们先来通过一个小视频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女嘉宾的走友要求 一 年龄24到30之间 身高1米75以上 二 工作稳定 月收入1万元以上 三 孝顺父母 乐观开朗 有上进心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最后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今天的女嘉宾是一个学霸 物理学真的是 好多女生听到这样的专业都觉得太厉害了 而且最厉害的是我们小姐姐 有一个很棒的妈妈 妈妈给她规划了以后的人生 今天是来相亲 一旦遇到喜欢的男嘉宾的话 那么就可以读书恋爱两不误 毕业之后呢 男生在哪边 他就可以考老师去男生的那边工作 真的是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是妈妈给了我们女嘉宾的勇气 那么我也很期待 今天我们的学霸乖乖女相亲 会怎么样 好 来来来来 欢迎我们的女嘉宾 怎么是两个呢 这位是女嘉宾 这个性格还是有一点外向 我听说现在在读书是吧 是的 我现在在重庆师范大学 在重识读研究生 现在是准研究生 马上快上年一了 马上年一了 就是刚刚参加完19年的考研 然后我本科是学物理学师范的 然后你现在研究生学的什么专业呢 我就没有夸张研究本专业 就还是学物理 因为我喜欢当老师 那所以接近六七年的时间 你一直在研究物理 到底为什么会对物理有这么浓厚的兴趣 因为以前像初中的时候 刚刚上初二的时候 妈妈给我说物理很难 然后我就很认真很认真的学 结果发现学得很好 就慢慢地就爱上了物理 不过我刚刚注意到一点 就是你说的是最开始 是因为妈妈的一个激励 所以母亲的意见 对你来讲是很重要 是的 是的 但是现在慢慢长大了 我自己也有自己的组件了 你爬那个扫链那组件 对对对 我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今天妈妈也专门来帮你助阵 她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就帮我把管把帮我看 只是这么简单吗 我也不知道 你在干嘛 帮我打气 因为我怕我一点松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 很重要的是 妈妈可能要根据这个男生的情况 来给你支支招 对对对 阿姨觉得今天这个成功的几率大不了 不晓得这个东西 要看得太晓得 你有没有一种预感对今天 女儿能不能碰到那个命中注定的人 还是一天忙了 看有没有演员嘛 首先你们都晓得是吧 有时候失踪 敌人一下 敌人一下 还在团结呢 好了 那这样吧 我们待会儿马上就要去见男嘉宾 好 今天您来的目的 除了给她一些建议 女儿刚刚也说了 主要是来为她加油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宝贝女儿 加个牛好不好 你在中间 加油 或者你鼻子在中间 第一次出镜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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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三 二 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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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今天的女嘉宾 真的是个性格非常活泼开朗的女生 那即将和她见面的男嘉宾呢 她又是个怎样的人呢 大家好 我姓陶 叫陶宇的家族江北区 身高1米7吧 体重75公斤 今年29岁 从事石油壮金行列 也收入到7000左右 本期交友男嘉宾 陶宇历29岁 身高1米78 职业持油钻井行业 月收入7000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我第一段情感情的事 当兵退步回来之后 暂有的父母介绍的 当时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 都觉得两个人交流不在一起 然后就和自然就分开了 第二段感情经历是 家里面介绍的 开始谈到一段时间 感情还可以 半年之后都发现 去爱好 还有各方面都不适合 他比较在 比较喜欢 在家里面带到 都不逢两个街 那些出去耍都觉得 还没意思 都不想出去 然后我都比较喜欢 出去看海 旅游逛那些 然后我们都和平安收了 我现在的最后要求是 身高一米六以上 长相适中 年龄23到26 然后他的职业最好是老师 我的性格都比较外向性 但是也能安静下来 安静下来也可以待在家里面 今天不出家 希望能造一个 和性格相仿 外向一点的女嘉宾 男嘉宾的所有要求 一 身高一米六以上 长相适中 二 年龄23到26岁之间 最好职业是教师 三 与自己性格相仿 外向一点 好 看一下今天的男嘉宾 个子很高 一米七八 长相呢 我觉得跟我们的女嘉宾 还是比较般配的 在工作上面 属于很稳定的 这个事业单位 可能月入没有过万这一点 我不知道会不会 给女嘉宾造成一个 怎么讲呢 就比较矛盾吧 就是说可能还不是 那么特别满意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是很奇妙的 一定要见面之后 才知道彼此擦出的 到底是火花还是矛盾 对不对 而且女嘉宾的 这个研究生的身份 以后可以当老师的 这个职业状态 也是属于男嘉宾 很喜欢的这种类型 那么现在男女嘉宾的 这个匹配指数 是相当高的 现在就要看 见面之后 两个年轻人的交集 待会马上 你跟他见面之前呢 我还是有一些问题 想问一下 那有一些情况呢 也要再跟你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 你对对方的要求 其中有一点 很明确的是 你希望找一个教师 对不对 我刚刚在听你歌采的时候 你在讲 你说教师是因为 有寒暑假 你们可以一起出去玩 有周末 这个就是你找教师 最大的一个目的吗 不是 我觉得以后 孩子教育 以下 教育方面也可以帮忙 教师是什么教师 你有没有特别的要求呢 才入学阶段 就是小学的教师 应该会好一点 你对另一半 想要找教师 是因为你看中的是 孩子的教育 不是说本身他的职业 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我也比较喜欢 这个职业 今天这个女嘉宾呢 其实她的这个情况 跟你的要求啊 非常非常的接近 非常的吻合 首先第一 她现在是从事的研究生 然后呢 她学的是物理专业 我刚刚就问她一个问题 我说你为什么 你这花七八年的时间 一直要研究物理 她跟我说的是 因为她想做教师 所以她必须要读到研究生 她才能够去做教师 这一点你接不接受 我接受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 这个跟你比较吻合 比较吻合 好 还有一点 我觉得跟职业相比 更吻合的 就是性格 我刚刚在听采访的时候 你明确的也说了 你是希望对方性格外向 是不是 对 你觉得你自己的性格怎么样 就是我稍微 还是有点外向 但是 你真的只能叫 稍微有点外向 真的 你的这个性格外向 跟她的性格外向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她性格非常好 非常外向 而且她那种外向是开朗 不是说那种疯癫的那种外向 是很开朗 爱笑 我觉得这一点 是非常符合你的要求 如果有希望的话 能进一步在那个 而且今天呢 她是跟她的妈一起来的 她妈的性格也很外向 她们俩在一起 这个母女俩 就像姐妹俩一样 当然说到这个地方 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提示 和提醒 就是因为今天 女嘉宾她的母亲是亲自来了 所以接下来 我的意思是说 你在跟她接触的过程当中啊 你除了要让这个女孩 对你印象好之外 你还要特别注意 她妈的这个反应 那肯定的 让她的母亲 对你产生好的印象 那我觉得这个事 基本上就成为一般 好 那么开始之前呢 我把我所了解的情况 简单地跟你说一下 感谢主持人 也是给你一个提醒 好不好 给你提供一些情报 知己知彼 百张百身 对 就这个意思 好 那做好准备没有 好 做好准备了 那从接下来就奔赴 爱情的战场 好不好 走吧 我们把女嘉宾请过来嘛 来小权小权过来过来 有点不好意思啊 好吗 来阿姨一起过来 一起过来 这只握手不说话吗 啥不怕 这个感觉好像 领导来了以后 然后员工走过来 先要握手 一般就是他在握手的同时 你就要自我介绍 我不知道 一般你看领导过来以后 他也说想不起来你是谁嘛 领导在握你的手 你赶紧叫自我介绍 介绍一下自己嘛 哪个人都要说 你姓什么 你还不问我呀 我们这里是个名字 你姓什么 给他介绍一下 我叫 我姓陈 明杰 你看他说 看着他说 然后呢 旁边这一位是 是我妈妈 领导 你姓什么 你也介绍一下 我姓陈 叫陈毅丽 好好 小陈 小陈 你看你们今天来之前 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 你看你们俩一抱齐了 现在马上天都齐 齐了 是不是 阿姨你看 所以今天还真是一个好日子 你看 放弃 真的是 所以希望就是接下来 你们俩都能够敞开你们的心扉 去好好地接触对方 让这个乌云呢 早一点散去 其实我今天到这儿 把你们俩拉到一起 接下来就要看你们自己 师父领进门修行看自身了 看你们自己的这个造化 你接下来想怎么跟咱们的女嘉宾在一起进一步接触 先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 你要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 是吧 是 怎么介绍呢 那个 怎么介绍 你觉得怎么介绍好 你说重庆话 我没有精彩 你说重庆话也可以 我没有精彩 我确实也有个精彩 就是接下来 其实你们俩的个人的基本的一些 对另一半的要求 你们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都已经分别了解 而且都简单地告诉对方了 所以还有很多东西 可能需要你们自己亲自来问对方 在交谈当中来进入的了解和判断 所以接下来就要看你们俩自己 怎么样用什么方式来进行 下一步的这个沟通 你是男士 这个时候你要主动一点 我来个 你已经开始介绍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怎么样打算 我们就是现在站在这 就像自我介绍这样讲的 还是怎么样 电话说 他是太冒汗了 他一直在冒汗了 他走到原来 我一走他又要走 我跟着他后面走 他是太一样了 人家 你不能不能 所以你不要 我卖不进来 不要把我两个人拿 他老孩打你电话 我哪 可能一会儿要来 我哪 一个出马 一个出马 是谁的电话 我老孩 老孩 他晓不晓得你今儿要打电话了 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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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说了 他打电话是 他问我 他本来 他以为出结果了是不是 不是 他以为这个考试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之前跟他说了 然后我说我回单位上有点事情 我跟他说了 我说我们有个时间 就是有可能要走退后 反正我跟别人到江楼 跟他说 我跟他老孩说了 是OK 刚刚他打电话来是 他说文孩 就是关心一下 对 好好好 那肯定父亲也是希望 今天你们能够在这儿 有好的结果 你也不是 看看来 看来你们俩 这个背后都是 万人的这个期待 和寄托呀是不是 好 那关键是你看 咱们怎么进行呢 下一步 不是 平时的那个之前 你们之前是怎么做的 没有 没有 交一下流程 我不是很懂这个 我们只是把这个记录下来 就关键还是看 每一次呢 这个男嘉宾和女嘉宾 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 一般呢 就是 你至少要坐下来说嘛 你不可能一直站着说 我们在这儿喝 这东西吗 是想看呀 我们 那我甚至喝洗茶 你又想去喝什么 那个网活要排队呦 很多人嘛 那好嘛 我们走进那个 都可以 你正确他的意见吗 聊得不吗 正确小陈的意见 两个人聊不到的 明天是 明天都可以 行嘛 我对女嘉宾的第一印象 我还是比较喜欢女嘉宾的性格 然后她的 颜色还是比较 比较好 看来男嘉宾对女嘉宾的印象 还是很不错的 那女嘉宾和她妈妈呢 对她的印象又如何呢 现在把你们工女俩交过来 那是想问一下 就是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分开说好不好 小陈你不要去看妈的颜色 你说实话 你心里话 我觉得还挺高高大大的 但是我看着皮肤有点不好 皮肤不好 皮肤怎么不好 有点仓老 哎呀现在女孩子对男的要求真的好高 这个皮肤好不好 不是应该男的对女的的要求吗 身高这些还可以是吧 嗯 整个感觉呢 有没有想进一步接触下去的这种想法 来都来了 肯定 你这个话说是 也就是 来都来了 很粘强啊 就是我把它当作是你自己的一种腼腆嘛 啊啊啊 不好意思嘛 就还是可以有进一步接触下去的这种想法 啊啊啊 阿姨呢 我只是觉得一般 一般个 一般啊 有什么 我只是觉得像什么 演艺人 我这本来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还是演艺人的感觉 这样形象 我觉得啊 我觉得 是像什么 是 是 哈哈哈 个子还是高高的 是 高的 这可能有问题的 就是不是很帅 是一个意思 对 反正我也是平常的 那也就是说 其实呢 这开始的这一个分并不高 对 那你 希望接下来 他会在哪些地方 带给你一些惊喜 就是看他工作方面呢 也不赏心啊 嗯 就是说小村父母啊 嗯 对 就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人们非常体贴啊 那方面 妈妈说他都是 是喷嚏不中砍 就是砍中不中有 男女嘉宾见面之后 男生对女生的印象是相当好 觉得他性格开朗 又很天真 但是女生觉得男生呢 外戏还是可以的 就皮肤不太好 有点逗应 我说真的啊 这种点评真的是很小女孩的感觉 真正厉害的意见来自哪里呢 来自我们女嘉宾的妈妈 这个未来的丈母娘 很犀利哦 她觉得男嘉宾哎呀没有演员 其实意思就是说 哎呀不是我理想中的女婿啊 长得不是特别好看呢 嗯 那么今天到底是谁来相亲 但是我觉得呢 两个年轻人的相亲 家长的意见不要太早介入 你还是要看他们两个 交流之后 对彼此的印象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个时候如果妈妈的意见很强势 或者是给女嘉宾太多的这个建议的话 可能真的会影响今天最后这个牵手的结果 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要接着往下看 凡人游喜我们等你 凡人游喜婚恋服务中心 是凡人游喜唯一官方线下婚恋服务平台 8805 8805是凡人游喜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6月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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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人游喜我要上节目 线下相亲会火热报名中 现在电话报名 报名几送价值590班元的乳胶枕一个 报名日线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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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5号 我们在凡人游喜婚恋服务中心等你 显然女嘉宾妈妈对男嘉宾的外形 并不是很满意 那在接下来的相处中 男嘉宾又会如何表现 改变女嘉宾妈妈对她的印象呢 我是在那个09年高中毕业 切当鞭 当了两人兵之后 09年鞭切当鞭 当了回来都是遥遥的鞭了 嗯 我认为不可以这么牵扯我还是 没有读一个好的大学我还是很遗憾 但是后面大家他们都说 军队也是一所大学 然后我切当鞭的经历 也可以弥补我大学没有完成的一些事情 现在我是跟她说不错 然后我双鞭那边有房子 买了个房子 但是我们面具 房子 人具还比较小 当时做不错一部分钱 但是我来会装修生 我自己带出钱 自己带整个房子 刚好选好了 我军队是扶到百分之日子 现在扶到一晚了 中共下来接近十多晚了 但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 也还是比较紧的状态 你怎么选择了 我以前的爱好和现在 我以前的爱好和现在跟爱好 有点不一样 一千三万 以前我们那正在十一条小读书 都希望跟他们去 业州 去爬山那些朋友 当时结出了一些朋友 我一般在单位 由于因为他们那边 没得打字不是很热 因为常时他那边到重庆 还是八九十公斤的距离 你是坐高点一块吧 一个小时一个 所以自己开车 请过也是几十分钟都到了 因为常时到我们单位 还是还有一小段距离 所以开车方面 开车都是一个小时 马路开回来 等小时我现在在学校 早还没考试 那你还敢开车 没开车现在我还没有开 我就是从以后你自己打算了 其实我这个工作 我还是有希望教会 组成去的工作 因为他们 我们传统长城公司 这个机关时代组成 我爸跟我讲 他说在半年到一年之间 一定帮我小妈妈做 但是我觉得 这个事情也是 只是一个长抗 也不一定 说难听到也不一定 得行 应该努力得行 不是自己奋斗就得行吗 不是很多 因为我们后庆那边单位 很多那些 很多那种 都得那个都想掉到高层来 那种太大了 没关系 我当时以后去了车也方便 最后三天两天都会回来 但是如果能在主书 那肯定是 那肯定是 刚才聊天吧 我觉得他说的那些 都是我听起来 都感觉 就是没得那么感觉的 不能引起我那种 都是好奇心 然后聊天 没得他自己 拱通于远的 那他还愿意和男嘉宾 继续今天的相亲们 总体的我的感觉 就是跟你聊天 应该还是一个 比较愉快的过程 对 因为你自己就是 心情很好 心态很好 对 你会感染别人 但是刚刚我看 你跟男嘉宾在聊天的时候 觉得是你主要在感染他 还是他主要在感染你 可能是因为 没有谈过恋爱吧 我不知道说什么 但现在你没有叫 你们谈恋爱 感觉和这个男生的距离 还是有点远 但是 刚刚好像我听他主要 说的比较多 是吧 但是说的那些 我听得有点懵 对 要扯扯 都扯一下 西扯一下 就没有进入到核心问题 对 所以在接下来再交流一下吧 就你的意思是说 你还是有在想跟他 在了解一下的这个兴趣 下一个环节 多接触一下吧 好那你还带了我 带领着我们来进入 下一个问题 而且你观察一下 就是刚刚你过来这边 单独采访的时候 他现在主动了 过去找到你的妈妈 他想把自己更多的情况 让你妈妈了解一下 第二他对你妈妈很尊重 所以他可能要更多的 想去打动你的妈妈 然后得到他的认同 这几点来看呢 我觉得小朋友 至少诚意满满 那接下来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想怎么了解他 你们有没有什么 互动的游戏啊 你想共同去做一件事情 对啊 可以可以 那男嘉宾呢 他又是否想和女嘉宾 继续约会呢 小桃我发现 你还是很能抓住重点的 你之前教了我的 主动过去找到 这个女嘉宾的母亲 然后在那儿 跟她还聊了很久 我介绍将来一下 自己未来的想法 还有以后的关联 还有这种 我发现 你跟她妈妈说的 比跟女嘉宾本人说的 还要时间长 是因为你跟女嘉宾没话说 你才去找到她妈妈 没话从我接触 女嘉宾还是觉得她 很活泼开朗 都是 觉得她的印象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是比较加分 比较喜欢一个女性 你比较满意 对吧 各方面都比较满意 你觉得你自己表现得怎么样 表现都不太好 为什么呢 有点紧张还是 尤其是好 这确实是有点紧张 但是我刚刚一直还在帮你 给她在解释 我说是没有经验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也顺带提醒一下 你刚刚你跟女嘉宾聊的过程当中 我在旁边也听着 你就东扯西扯 扯得太多了 还有就是你又没有主动地去问她 询问她 对 我觉得尤其 你主动地询问她 比如你想要长什么样子的 你觉得什么 那种好 你未来希望什么样的生活 我说她对以后的那种 还是有点那种 有点模糊她对未来的想法 我觉得 你问的吗 我感觉她对未来的 你还是在感觉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也很难让对方去做一个最终的判断 你接下来还要进一步地就跟她 就是实质的两性问题 我们是单独和她走一会儿 什么叫单独和她走一会儿 你要离开我们的世界呢 你不是不离开你们的后面陪 要不让她开始我们交流 你的意思是说 你还想变个花 变个花样再来了解 其实你的这个想法和担心 我们之前也想到的 刚刚跟女嘉宾沟通了以后呢 她也有这个自己的 下一步的一个小小的要求 这样吧 我们现在把女嘉宾叫过来 把小陈也叫过来 然后听听她下一步的安排 了得 好不好 小陈 你看一路愉快地奔跑过来了 随喊随道 刚刚我也跟她提了半天 就是讲了讲下这些问题 很深刻地意识到了 所以接下来想听听你的安排 或者你有什么建议 就是玩它 双款啊 让你去玩去吧 旁边玩去吧 都亏吧 你提嘛 你觉得怎么 不错点完菜单了吗 大左手吗 大左手我不喜欢 你现在我们在补物队上了 总之叫 你看吧 你睡 你看呀 这种直男啊 刚刚小陈已经明确地表示了 他不是很感兴趣 你还在说你要来教他 你首先第一 你现在不是为了要在他面前展示 你是要投其所好 还有啥子 你如果还要去 那就强迫 就更不会有什么好的感受 对不对 所以你肯定要 你要主动去征求他的意见 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说到点完还有那些 我不晓得 买买买啊 买买买就算了吧 唱唱唱啊 还有什么创意的东西 它里边有个那个 网红的一个 那个一个 那个 秦光 那个那个嘛 那个网红的一个 对方提出来 哪个吗 哪个红吗 哪个网 叫啥子嘛 你个人都不晓得 我们去 那那不电玩吗 那电玩吧 好不好 而且也热闹吧 好不好 而且电玩的过程 也比较符合他这个 外向的性格嘛 走吧 好 我们的男女嘉宾呢 已经进行了 第一次的沟通和交流了 虽然呢 两个人的第一印象都不错 不过呢 通过刚刚第一次的交流之后呢 这个女嘉宾似乎呢 发现男嘉宾可能 跟她在共同话题上 还有一些欠缺 而且可能觉得这个男嘉宾 性格方面呢 还没有看到她外向的一面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 他们决定呢 要到这个电玩城去 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 看一下大家 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那么在他们沟通交流之后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揭晓这个答案之前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 感谢一下 虫草清肺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凶们 请用虫草清肺胶囊 来 看一下他们的互动交流 凡人游喜 我们等你 凡人游喜 我要上节目 线下相亲会火热报名中 现在电话报名 报名机送价值 590班元的乳胶整一个 报名日线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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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5号 我们在凡人游喜 欢迎订阅中心 等你 抽两个 抽两个 如果一次抽五句的话 可以送一句 来 准备老师 包剪刀 你不要保证 把他们的背心扇拉 我好像赞你补一下 我好像赞你补一下 来 撞一下 来 撞一下 撞一下 加饭油买 加饭油 再试一试 你都不提议啊 让它看 对 加饭油买 再试一试 好了 没办法 再来 我绝对可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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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点 张网 我们的操作玩法 好准备了 好准备了 我怎么会够辣 好准备了 好准备了 我们在这边 不是 就是那个 好准备了 他足备的问题就是 其实这样的 好准备了 确定 好准备了 不是 不错 好准备了 可以让他拖出点 超过准备了 他在那边倒 他在那边倒 倒给他整个 你看 他在那边倒 就是了 我有把吗 可以 好,很高 Áry do be good 來來買個 喝一個 再喝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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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開不來 沒有 來,拿好 先把那個團隊拿好 簡單… 很玩的 簡單… 然後 要閃開 準備開始了 那個時候 還沒拿 你還沒拿 來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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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好嗎 這爪子大 小便過人家會說 可以擠得完 對 可以玩嗎 可以 好嗎 其實我們掃的款式 他還有像鞋子 他來一個 他那個是鞋子 你們玩嗎 他給身上有鞋子 你們玩 你們玩 來來來 來來來來 我要给孩子吃点早上 来来一家 还要 桌放在垃圾 我都能放在它 不能放在它 所以把它放在它 现在现在让孩子 对 现在 一进到电玩城的女嘉宾 就像个快乐的孩子一样 和男嘉宾玩得很开心 而男嘉宾也是在 极力地帮助女嘉宾 玩得更好 那经过这样的互动之后 女嘉宾对她的印象 有没有一些改变呢 通过刚才那个游戏刷吧 我感觉 我还是对他们的那种感觉的 我感觉玩出来吧 那个刚才那种淫妇那个 然后她说 你快点再快点 但是她明明还不帮我 她说她很快点的快点 然后我想 我说你不帮我 我有那个得心嘛 然后抓娃娃吧 抓不着 它还在黑去刷 黑去刷 因为我觉得抓娃娃的 他们都塞了现金 你抓鞋子它会送 然后肯定都找不到吧 我感觉都在难费钱 然后感觉都是 接触下来吧 我感觉 我和这个男生的距离吧 可能还是会比较远 看来店完成的互动 并没有给男嘉宾加分 那面对女嘉宾的吐槽 男嘉宾又会作何解释呢 刷得开心哦 刷得开心 开逼哦 是不是又一种 你想不想出来的感觉了 又一种出 又一种出点的感觉 又一种出点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刚刚可能那短短的几十分钟的时间 对你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你自己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陶醉之外 很开心 除了这个开心之外 你觉得你自己的表现满不满意 表现 你陶醉在其中了 一般表现 就首先第一去了 之前有稍微好一个人 你觉得有进步 就首先第一去了以后你作为男生嘛 你主动去就是买币嘛对吧 买了以后带他去玩 就首先第一刚刚你们去选择的那些项目 是他选的还是你选的 大多数是他选的 有一个像最后一个项目是我选的 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当时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但是有的时候要给他张杰一下 重当一下老师去做事 你觉得你是在指导他 我都是充当一个富足 一个好的富足嘛 所以你看到整个过程当中 因为你自己很满意 所以你也很陶醉 当然女嘉宾呢 确实他在过程当中 他也是收获了很多快乐 但是刚刚女嘉宾也给我吐槽了几点 就首先第一 他说到打节拍的时候呢 就你让他一个人在那儿打 不是我只是想让他有那种体验感 让他自己有那种体验感 我如果帮他的话 我怕他会觉得 有个人来个挡到挡到 发弄帮倒嘛 我想他自己发挥 我让他自己发挥 所以你看这就是 男生在自己的思维和女生 有一些差异的地方 还有呢就是说到那个 就是投逼的那个时候 他最开始的时候 你是要投舞局送一局 接下来后面 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他不送了 他不送了 你还是在投舞 我以为都是养 就是这一系列的现象联系起来 他就会有一种感觉 说你这个人 因为又有过当兵的经历嘛 就是你做事会不会有点原则性很强 有时候有点一根筋 没有没有 不是太激烈 因为你知道他的性格是很外向 很活泼的 而且有时候有点鬼机灵 鬼机灵的 对吧 是不是 所以他可能就是也希望 就是另外一半 他也是有一种 鬼机灵的这种感觉 显然关于电完成的互动 两人之间是有一些误会的 那男嘉宾会如何解开误会 做最后的争取呢 刚刚小桃也跟我说 有初恋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你说大千世界 茫茫人海当中 真的是能够找到这种感觉 碰到这种人 机会很难 很难 是不是 但是我要告诉你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天色已经暗了 那么接下来马上 我们就要做最后选择的这个时候 就目前的形式来看 就是他对你还是有一些 不是很满意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是个人建议呢 马上我们做选择之前 为了增加你获胜的这个几率 而且因为确实 这个是因为你发自内心的 你希望跟这个人在一起 至于怎么去表达你对他的这种感情 和你的追求 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去通过他妈妈 通过他妈妈 去了解一下他到底 希望能够找一个小礼物 所以关键时刻 小涛的脑筋还是很灵光的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 因为既然他妈妈来了 他妈是最了解他女儿的人 再加上你去问他妈妈 这个本身的过程 应该也会在母亲的心目当中加分 可以 我觉得就这么办 你去问一下他妈妈 用什么样的小礼物来表达 你现在的心情要合适 好不好 来 抓紧时间助你成功 起码 两个 我给你收了四十千大概 我给你收了四十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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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收了两个钱 通过进一步的了解 我觉得程杰还是比较开朗的 我比较想跟他进一步的了解人事 我们互相都了解 互相都认识 我都是现在 我觉得我亲的表现 还是有点准确 同时还是有点紧张之类的 也是给你之间面 我都不晓得他当个小爱好之类的 让他喜欢的东西嘛 看他 还不是花吗 还是让他之类的 好 经过了一天的接触和交流之后 接下来将会进入到 他们最终选择的时刻 不过在这个之前 男嘉宾要主动地来做一次争取 那现在男嘉宾也去制造他的惊喜去了 到底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他能不能够成功地争取到女嘉宾的方心呢 我们也一起来试试一试 那么在等待男嘉宾回来的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要来感谢一下 虫草清肺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兄们 请用虫草清肺胶囊 凡人游喜 我们等你 凡人游喜婚恋服务中心 是凡人游喜唯一官方线下 婚恋服务平台 8805 是凡人游喜唯一官方暴民热线 6月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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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人游喜我要上节目 线下相亲会火热报名中 现在电话报名 报名几送价值598元的乳胶整一个 报名日线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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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5号 我们在凡人游喜婚恋服务中心等你 等到很久了 而且我刚听到好像是来来迈着我爱婆 喊我回去吃饭 一直喊你回去吃饭 除了很久了 但是你要想起就是失踪好戏在后头 最后那场戏啊 当我们这个是真实的 不是 不是烟戏 我是指的那个戏打银盘的 就是一场好戏 它是指的是精彩的意思 最后都要上烟了 我们等了这么久 这个男嘉宾到底干嘛去了呢 来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小涛请出来 来小涛 他还很不好意思了总 好 接下来你有什么要对咱们女嘉宾说的 你有什么要从你的身后拿出来的 我把时间交给你 在做选择之前 这是小涛做的最后一次争取 来 从个间下我给了解解除 就是给你之前说描述的一样 就是一个活泼开朗热情的一个女孩 我还是一直都比较喜欢这个款的女生 就是刚才电文城玩的时候 我也玩得很开心 玩得很开 都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希望给人给我一个人世了解的机会 这么惊心动魄的时刻 你还掩不住满脸的笑容 你这个自然的这个天生的乐观呢 到哪都是一样的 不过接下来我们小涛身后 还有一份惊喜要带给女嘉宾 我们让小涛拿出来 这就是我们开始等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让我小涛去准备的这样一个一束花 这一束花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束玫瑰花总共是有七朵 七朵玫瑰花什么寓意 你知不知道 九十九朵知道了 十三朵知不知道 十一朵知不知道 都不知道 有人送过玫瑰花给你们 没有 没有 那确实今天这个日子 这很特别 那小时脸都有点红了 二十五年来 这是第一次有男人给你送玫瑰花 是不是 那我们听一听 七朵玫瑰到底代表什么 你送他七朵玫瑰是要表达的 一子爱的 刚刚他就买了七朵玫瑰回来 我说怎么是七朵 人家一般都是十一朵 我说七朵玫瑰什么意思 他说他在那选了这么久 因为只有这七朵是最漂亮的 但是呢 我刚刚又和他百度查了一下 七朵玫瑰代表的寓意是 我偷偷地喜欢你 跟他现在的心情也是一样的 偷偷地喜欢着你 好 现在玫瑰花也拿出来了 这就代表着小桃现在的心情 那么接下来就要把所有的焦点放在你身上 看一下小陈最后的选择了 你还是不放心呢 我说你要不要再考 你以理事的时候 你现在心都还没得把握 我也怕他专身都走了 那时候还想再考虑 那小陈你就再考虑一下 好不好 那小陈到底能不能够接受 这一束玫瑰花 也接受他的感情呢 那么待会儿来揭晓吧 考虑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小陈叫过来了 不管怎么样 最后我们来听听他到底给出什么样的选择 好不好 小陈 快点 三两老 三两老一狗都笑死天都黑了 我们看到小陈刚刚跑过来 笑他哈的 那到底你现在这样的一种喜悦 带给他的 是一个好的还是不好的结果呢 来 我们最后看一下小陈的选择 如果说你愿意接受他的感情 那么就请你接过他的花 如果你不愿意 也跟他说一声谢谢 在临走之前 在告别之前 再对他说一句话 然后就可以回家去跟外婆吃饭去了 好 来 希望我们能 还要做争取 希望我们每次人世是一个美好 还是都一直美好下去 小陈已经做出了他最大的诚意和争取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小陈的选择 三二一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希望你能遇到最美的那个他 好 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很遗憾两个人没有牵手成功 到最后的那一幕 我看起来觉得好心酸 丈母娘是明确地表示了拒绝 不要再努力了 我们家的女儿可能跟你不是很般配 但是男嘉宾呢 还是很坚持地去买了花去表白 看来真的心里有点酸酸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 阿姨对于自己的女婿的要求 还是蛮高的 仔细分析一下 你想 你要求这个男生是月入一万以上的 工作又要非常的稳定 还看不上那些 可能临时工作就能做到一万以上的 像那种有销售类型的 阿姨也是跟编导沟通的时候也说过 这种工作不稳定 不是自己想要的这个女婿的职业 那么我在微博上面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22岁到30岁之间 能够达到月收入上万的男生 到底有多少 实话说 真的是少数 也就是说22岁到30岁之间 月入上万的男生其实是少数 再加上女方的妈妈又要求 要长得要帅要高 而且性格也要开朗 不怕孝顺的 说真的这样的女婿我都想来一个 那么这么优秀的男生 她是未婚男性当中的极少数 也就说明了我们的女嘉宾 要在这个极少数当中去寻找一个 她很喜欢 但是对方也要喜欢她的这样一个对象 那么我建议 女嘉宾还是可以到我们的 凡人游戏婚恋服务中心去报个名 在条件更好的男生当中 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也许在那里面才有我们阿姨满意的 成龙快序呢 对于小桃来讲 虽然今天没有收获这个满意的结果 但是我想只要去努力了 幸福迟早会来敲门 节目最后呢感谢虫草清肺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修闷 请用虫草清肺胶囊 爱情考争取 无爱不放弃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下期节目再见吧 好 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在一起经常会吵架 吵得次数多了 感情就不好了 遇上两位有个性的女嘉宾 性格都是干脆不说废话 尽量说重点 也是属于比较小孩子 心性比较多一点 短暂地了解女嘉宾为何如此失望 浪费大家的时间 一号女嘉宾要急着离开现场 男嘉宾的礼物能否挽回一号女嘉宾 为了见到二号女嘉宾 男嘉宾卖力表现 还有没有考验 那现在秀球可以抛下来了吗 聊天过后 二号女嘉宾为何对她如此评价 不是很奇惑那方面 金友团之招 男嘉宾的笨拙舞步 能否打动女嘉宾 凡日游戏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女嘉宾 女嘉宾